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繁花似感,如絲如畫 雲南一年四季種出不同種類的鮮花 這裏更有世界花園之稱 每年生產量達到一百九十億枝 即是全球每人可以分到三枝花 而香港每三枝花就有兩枝是來自雲南 這裏是有春城美譽的雲南昆明 但我今日來並不是買花 而是為了這裏而來 這裏不是股票市場 而是雲南甚至全國最大的花位拍賣中心 在前端我們就有三萬三千家 這個供貨商其實就是串聯了整個產區 就全省甚至全國的 有一個就是我們的數據展示 收入到每一個地區的 今天的一個供貨量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每天我們這邊交易了多少 然後呢這些貨到了全國哪些城市 比如說我們今天交易的貨品 一般到上海就是三天 然後就可以拿到我們很新鮮的貨品 為什麼我對花是情用的 因為我覺得花它其實是一種 它每天在你早上醒來的時候 看到這個花展開的這些文章 它其實是對生活的一種向往 當你抱一桶花回家的時候 其實是幸福感浪漫的時候 我們和花中之間的串聯 並不是只是冷冰冰的交易 我們更多是像朋友一樣 一方面我們把它找討銷度 另外一方面我們告訴你 你的花哪有什麼問題呢 它要怎麼去改變 怎麼去調整它自己的幾個生產博士 他們都說我們一家三代人都是在這邊交易 從爺爺費到他的兒子到他的生父都在這邊交易 他都是跟花它一起成長過來的 現時昆明斗南花位拍賣中心 已經成為亞洲第一 世界第二大的花位拍賣交易中心 而當初要令到花籠接受拍賣這種新模式 最重要令到好的花賣到好的價錢 幫花籠增加收入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們要講到為什麼 花籠願意去送到我們這個地方交易 也就是說剛出的這個標準化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們有一個核心的觀念 就是成交率96% 因為花是一損非常易損的一個農產品 它不像水果不像蔬菜這樣的 它希望以最快的方式去成交 然後價格是公平公正的 當時我們最早下面是有個小火車的 每開賣一次花 那個小火車就要拉過來給大家看一看 但是那個時候最早的交易量 可能一天就十幾萬二十幾萬 現在我們這個地下小火車已經是不賺了 因為這個供貨量實在是太大了 走漲雲南的花花世界 感受雲南花位的獨特魅力和無限可能 當由美色彩繽紛的花朵 和電子競拍平台結合 造就了雲南的花產業蓬勃發展 每天奮鬥在這個花花世界的有幾千人 包括現場見到的鮮花經紀人 拍賣師和購買商 每個環節都要爭分斷秒 整個交易過程平均下來只有4.5秒 哇我看見這邊真的覺得很震撼 就是很多人說雲南的花都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這是從節裡來的嗎 對大部分就是從這邊我們流到整個各地 40多個股價這樣子 我們下面的鮮花經紀人呢 他可能背後代表的是他背後的有花電 有花卫市場甚至有電商 甚至是我們的社團營銷 然後呢我們這邊的拍賣師呢 他最大的目的呢是希望我們有一個公寓的一定價 現在的拍賣師有幾多人呢 我們有三十多位人 那麼購買商差不多每天有一千多到兩千多號人 花柏中心推動雲南的花產業鏈創新升級 實現花位交易國際化、標準化、信息化和數字化 而在豆南不單止批發和拍賣市場蓬勃 零售市場亦都不王多樣 有鮮花、有角色的盆栽盆景等等 走一天都走了 豆南花市更加入選為國家級 夜間文化和旅遊消費集聚區 真是越夜越美麗了 在雲南周圍都會見到花的 而來到豆南花位市場這裡 更加見識了過千種的花 難怪全國各地甚至全世界的人 都會慕名而來找自己的心頭號 我都找到了 老師我想問一下你的花是從哪裡來的 就是我們本地自己的基地種植的 像這個蝴蝶蘭都是一年零七個月 它才能培育出這麼大來 蝴蝶蘭的花也比較好嘛 幸福向你奔來 所以你說每個人現在生活視頻提到了 都喜歡送文化 蝴蝶蘭它花期也比較長 所以喜歡的人也比較多 我感覺反正做蝴蝶蘭 我開花店最高興的是就是 把花搭配在那個棚裡面 客人很滿意很開心 那我看見這個市場很多人很熱鬧 平常是怎樣的 都有很多人留在那裡 今天已經算人很少的了 節假日過年的時候 人比這個多三四倍 從小我媽媽他們就在這邊賣花 然後一直到現在 他們就自己蒸自己的吧 然後你看如果想休息的話 也可以休息一下 時間比較自由這樣子 從幾點開始才白灘的 早室的話是早上七點半 到晚上五點半 然後晚室的話就是五點半 到凌晨的一點多左右 這裡基本上二十四小時都是有人 都有人的 都有人 凌晨的話因為像我們白天賣的 必須晚上要來買花 不然的話你白天沒有花賣 聽說全國每十支花 就有七支是來自雲南 今天一見真是大開眼界 除了有各式各樣的花之外 旁邊亦都打造了兩條的旅遊街區 有美食有手信 整個的豆蘭花市既浪漫又充滿煙火氣 2023年豆蘭花市場鮮花交易量 超過120億支 這個最香的產業 為雲南民眾帶來既新鮮 又滿滿的幸福感 這些最新鮮的禁令 最新鮮的禁令 最新鮮的禁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